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近一百万页的资料被他们所运用 那么我们比过去增加了六倍之多 那么除了就是说我们让它的曝光率能够及时之外 现在行动上网那么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事 我们也退出了台湾经贸网行动版 也就是Taiwan Trade Mobile 我们希望就是说借用各种行动的工具 我们所有的会员厂商 你能够随时能够知道现在有谁要买什么东西 在网络商机方面我们值得跟各位报告的 一个就是视讯交易 那么在视讯交易方面 我们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做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成的交易 一共是一千两百三十四天 那么它的总共的金额数就是交易成金额数 那么是三亿五千九百六十万 那么当然我们还有网络商机一把抓 我们希望就是未来的网络能够及时通 随时有什么购买的新闻 大家马上就可以透过你的装置 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个讯息 第一回现场除了针对先前会员点示 曾经活动结果进行颁奖之外 令邀请到三位机油会员 分享透过台湾经贸网接单的经验与技巧 同时邀请到专家 剖析网站优化 预搜寻引擎排序提前的秘诀 几乎每天早上我电脑一开机 我就看到那个商机即时通 在网络里面的资料是真的要靠你 我们曾经有个会员朋友他讲过一句话 三分钟三步骤马上建置好你要的资料 将定网到网站上 我本身常常讲我是一个电脑的门外汉 但是我们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全部是我自己给他建设进去的 大家一起来把台湾的商品 就由经贸网的平台到世界各地 花亮 花光 这个成功率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投资的太多 时机点还有客户的需求也是还蛮刚好的 然后我们又抓到一些时机点 我们就切进去了 所以这两笔我们是都有成功的 后续的话就是说 那个黄仙他们在前不久 上个月他还主动跟买家 还有在做后续的联络 这一点我们也是感到还蛮惊讶的 就是说这个服务他不是 只是当初跟你签一个线而已 帽鞋真的还蛮有心在耕耘这一块 每天那个即时通知 我每天都要上去看的 还有他们的那个经贸网的电子报 报名很紧张啊 你不要以为报名啊 那是六家你晚了三秒就没了 有视讯采购 你们一定要抢着报名 因为那已经经过经贸网的过滤了 但是准客户 而不是去展览厂一大堆 像刚刚刚就讲的 收了一堆名片回来还要过滤 所以这个视讯采购是 我觉得经贸网做得非常非常好 为了协助我国厂商提高跨国网络交易机会 台湾经贸网除了运用外贸协会本身资源 进行宣传 并在平台功能服务上努力之外 也透过与邓白市 PayPal等大型跨国公司合作 海外邮件寄送折扣 即台北国际专业展参展优惠等服务便利会员厂商 目前台湾经贸网正推出回馈方案 有兴趣的厂商千万不要错过